欢迎来到乳腺医学课 上一讲我们提供了认识乳腺的几个角度 这一讲我们来说一说 几乎每位女性都会遇到的乳腺问题 包括乳房疼痛 乳腺节节 以及经常被人挂在嘴边的乳腺增生 很多女性朋友就是因为这些情况 来到乳腺中心找我的 一方面 我为大家对乳腺健康的关注感到欣慰 但是另一方面 我也明确地感到 有些女性已经走上了另一个极端 就是只要乳房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就非常紧张 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乳腺癌 在这一讲正式开始前 我先给你吃一颗定心丸 这种情况 绝大部分都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算不上病 跟乳腺癌就更没有关系了 所以把这些人 我通常叫做救诊者 而不是患者 接下来咱们仔细看看 这些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 发生之后又该怎么处理 女性乳房最常见的不舒服 就是乳房区域的疼痛 成年女性或多或少都会有过这样的体验 乳房有隐隐约约的脏痛 或者一跳一跳的疼 也有的人形容是像针刺一样的疼 这种疼痛常常是间断出现的 到医院去检查 医生又说没问题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像这样找不到具体原因的乳房疼痛 非常常见 医学上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叫做乳痛症 虽然乳痛症叫做症 但它不是病 只是一种生理现象 咱们上一讲说过 乳腺是性激素作用的把器官 对性激素水平的波动非常敏感 乳房的疼痛 有些就跟性激素水平的波动规律相吻合 如果就诊者的乳房疼痛是规律性的 一般考虑跟月经周期的性激素水平波动有关系 这种情况 月经来潮前的几天会比较明显 月经来潮之后疼痛一般就缓解了 如果就诊者的乳房疼痛没有规律 那我会进一步问 比如你在近期的生活当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 之后我可能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回答 比如亲人的离世 比如升迁欲阻 比如考研不利等等 这些突发的负面事件 往往可能导致情绪压抑或其他心理问题 进而导致内分泌紊乱 产生包括乳房不舒服在内的各种躯体症状 有一点心理知识的人都会知道 心理的创伤是有可能 以身体某个部位的不舒服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 我所接触到的绝大部分 因为乳房疼痛来的就诊者 都属于我们刚才说的那种生理性疼痛 有些朋友会说 你说的我理解了 乳房疼痛不是病 但是难受啊 有什么办法能帮我去除这种疼痛呢 我们想一想 前面介绍了两种导致乳腺疼痛的常见原因 月经周期或者负面情绪 哪一种是靠药能解决的 我作为一名医生 要提醒女性朋友一句老话 叫做试药三分毒 明白了乳房疼痛发生的原理 你就应该能够理解 这种疼痛的来来去去 不是药物能够彻底解决的 既然这种疼痛不是病 又不是药物能解决的 那我个人的建议 就是像对待自然界的风云变换 四季更替一样去对待它 耐心地等待云开雾散 平心静气地等待春天的到来 这个中间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 或者听听得到课程 或者安安静静地做正念冥想 或者风风火火地该干嘛干嘛 简而言之就是学习忽略它 在这里 我可以明确地负责任地告诉你 乳房疼痛无论是跟生理周期 有关的规律性疼痛 还是跟心理创伤有关的 不规律的疼痛 一般都跟乳腺癌没有关系 而真正的早期乳腺癌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是不声不响 悄无声息的 它是不会用疼痛 来给咱们预警的 当然不是说乳房疼痛 就一定没事 医生还会考虑 有没有可能是乳腺炎 会不会是晚期乳腺癌导致的疼痛 甚至会不会是心脏病的疼痛等等 这些诊断都必须由医生来做出 讲完了乳腺疼痛 咱们来看看另一种很常见的问题 乳腺结结 所谓乳腺结结 就是乳腺里的一部分腺体 跟周围的腺体质地不太一样了 可能比周围腺体质地硬 也可能比它软 有些改变是可以用手触摸感觉到的 有些是感觉不到的 因为乳腺结结来找我的女性中 一部分是自己发现的 还有一部分是在体检当中发现的 有些就诊者自己觉得摸到了肿块 到医院一查什么问题也没有 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手法不正确导致的 组成乳房的各种组织 在我们处诊的时候 形成的处觉是不一样的 如果采用的方法不正确 就会让人产生乳房里有团块的错觉 如果乳腺里真的有结结 也很常见 在所有的结结中 其实90%以上都是良性的 比如乳腺腺病 乳腺增生 乳腺纤维瘤 或者就是局部的少量基液 我们也叫囊性结结或者囊肿 只有一小部分是恶性改变 比如乳腺癌 如果发现了结结或者怀疑有结结 建议到医院去就诊 医生会通过处诊 影像甚至必要的时候 会用到穿刺活检等等方法 来帮助你确定这个结结究竟是良性的 还是恶性的 如果已经确定是良性的 那么就不需要进行医疗干预 踏踏实实的定期复查就行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没有良性结结会转变成乳腺癌的证据 特别要提醒的一种情况是 我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就诊者 在已经确定结结是良性了以后 依然坚持要求做手术切除 理由是想去除隐患 我是很不赞同这种做法的 不是说从技术上做不到 而是没有必要 而且有可能有害 为什么这么说呢 西医的鼻祖西伯克拉底的教诲之一是 医学的首要原则是无害 首先 手术的创伤再微小 对人体也是有害的 而且乳腺的结结并不是说切完就完事了 它还可能再长出来 常常有人告诉我 就在以前手术的斑痕附近 现在又出现了新的结结 我曾经接诊过一位19岁的女生 她妈妈老是怕她的乳腺结结恶变 听人家说只要切了就没事了 所以反反复复地做了好几次乳腺结结切除手术 但是没想到乳腺结结还是一再非常顽强地反复出现 所以专门来到北京 虽然有她妈妈前面的叙述做铺垫 但是当我让这位女生撩起上衣 为她做体检的时候 还是被她双侧乳房上横七竖八的手术斑痕给惊着了 我们医院检查之后 不考虑这位女生目前的乳腺结结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们建议她暂时不要做手术 定期复查就行了 但是她妈妈还是不放心 她在把她女儿送出诊室之后 又匆匆忙忙地返回诊室 悄悄地问我 真的没问题吗 我认真地告诉她 第一既然来了北京 来了我们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乳腺中心 就请相信我们的判断 第二 建议你给医生一个观察的时间 也给你女儿一点点恢复的时间 因为在我看来 在和乳腺结结的手术缠斗了这么多年之后 你女儿已经身心疲惫了 第三 乳房不仅有抚养子女的功能 也是女生一张非常隐秘 非常重要的脸面 把乳房切成了这个样子 一方面她将来的哺乳功能 有可能受影响 而且恐怕也会影响她将来的婚恋 我讲这个小故事 就是为了告诉你 如果已经经过认真排查 医生告诉你这个乳腺结结没问题 只要定期复查不必过度干预 但是这里要强调一句 如果是男性的乳腺出现了结结 通常是需要引起重视的 虽然咱们前面说过 乳腺癌中 男性只占1% 但是男性乳腺如果发现结结 出现乳腺癌的几率比女性要大得多 说完乳房疼痛和乳腺结结 咱们再来说一说乳腺增生 乳腺增生这个词太常见了 我遇到过很多的就诊者上来就说 哎呀我乳腺增生很严重啊 你快帮忙想想办法吧 可是我要是再追问 你具体有什么不舒服 得到的回答 往往就变成了乳房疼痛啊 或者是乳腺有结结 其实乳腺增生不是某种确定的症状 也不是通过影像表现可以发现的 而是一种组织病理诊断的名称 普通乳腺增生是一种生理现象 不是病 为什么说乳腺增生不是病呢 因为人体的性激素水平是规律波动的 乳腺作为性激素作用的把器官 自然就随着它发生规律的变化 比如月经来潮的前几天 乳腺腺体受到激素的影响发生了增生 就会出现诸如乳房发胀 隐痛或者原来的节节变大变硬等等感觉 等到月经来潮之后 这些症状就自然缓解了 这样的波动规律 就好像一棵树的四季轮回一样 只是月经周期通常我们划分为三期 用通俗的话来讲述就是 月经来潮前是春季 枝繁叶茂生机勃勃 如果受孕就进入到夏季 孕育生命等待收获 如果没有受孕 就直接进入秋季 枝枯叶落 也就是月经来潮 最后是冬季 休养地利 以备来年再生产 我们刚刚说过 如果病例报告中显示的是普通型增生 那不用担心 但是如果病例报告中出现的是非典型增生 尤其是重度非典型增生 那是需要引起注意的 医生会根据情况给出治疗建议 总结一下 这讲我们说了 大多数女性都会经历的乳房疼痛 乳腺节节和乳腺增生 这些情况大多数是激素水平波动造成的正常生理现象 跟乳腺癌没有关系 不用太担心 也不用去做什么医疗干预 当然我们也不能麻痹大意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事呢 最靠谱的办法就是定期去正规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 通常检查的频率和单位组织的体检相似 一年左右一次就可以了 那平常我们在洗澡打沐浴液的时候 也可以很自然地触碰身体的各个部位进行检查 一般来讲 异常的情况是不会被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忽略过去的 如果在体检或自检中发现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及时到医院就诊 安排检查就行了 没必要把自己弄得忧心忡忡的 不仅影响工作的进展 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 关于乳腺常见的问题咱们今天先简略地说到这儿 那下一讲咱们就要讲乳腺最危险的疾病 乳腺癌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什么样的人风险更大 有没有办法可以预防呢 咱们下一讲见 上一讲咱们讲了疼痛 节节 增生 这些常见的乳腺问题 其实很多人所以对这些问题那么紧张 往往是担心它会跟乳腺癌有什么关系 那这一讲咱们就来看看 乳腺健康的最大的敌人 乳腺癌 究竟是怎么回事 跟其他癌症相比 我们身边和乳腺癌相关的消息 好像格外的多 你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 安吉丽娜朱莉 陈小旭等等影视明星的故事 也有人身边就有 罹患乳腺癌的亲人朋友 甚至有人说 怎么感觉遍地都是乳腺癌呀 这些年有一句广微流传的话 叫做乳腺癌是红颜第一杀手 接下来咱们就从这句话切入 看看实际情况 跟大家感觉的一致不一致 乳腺癌到底可怕不可怕 那下面我就把这句话拆分成几个关键词 红颜 第一和杀手 一个一个进行讨论 之后你自然会得出结论 先说杀手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的报告 2015年 咱们国家大约有七万女性死于乳腺癌 所以说她是杀手 一点不冤枉 再说红颜 在课程的第一讲咱们说过 虽然男性也会得乳腺癌 但是在全部的乳腺癌患者当中 他们只占百分之一 所以乳腺癌是红颜杀手这个说法 也是能够坐实的 最后 咱们来说第一这个词 其实就是问 乳腺癌在红颜杀手中 究竟是不是最凶狠 最致命 最有杀伤力的那个 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首先我们来看发病情况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 2020年全球女性乳腺癌 不仅在女性癌症中 占据第一的位置 而且是已经超越了 在男女两性中 都属于名列前茅的肺癌的总和 成为总体发病排名第一的高发癌种 所以从发病的角度看 乳腺癌是第一 确实不假 第二 咱们看看死亡情况 从WHO提供的数据看 对女性来说 2020年乳腺癌新增死亡病例数 也是排名第一 因此 也可以说乳腺癌是名副其实的 红颜第一杀手 但是你先别慌 咱们还有第三个视角 就是患者的生存情况 其实 跟发病和死亡情况的排名相比 医生更关注的是患者的五年生存率 也就是确诊之后 有多少患者的生存期能够达到或者超过五年 五年生存率才是评估一个癌症是否凶险的重要指标 咱们国家近年来的数据是乳腺癌的五年生存率是82% 也就是说100名确诊的乳腺癌患者里有82人活到了五年以上 而肺癌的五年生存率只有23% 大量的乳腺癌幸存者可以做到长期无流生存或者代流生存 而且他们中很多人回归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这一点是罹患其他癌症的患者不太容易做到的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感觉遍地都是乳腺癌的主要原因 这样看来乳腺癌的凶险程度是相对比较低的 或者说这个杀手不太冷 可是我们也要看到 乳腺癌给患者造成的心理创伤特别严重 我的病人中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 她说从前她沐浴的时候不会刻意照镜子 但是在知道得了乳腺癌 决定接受切除乳房的手术之后 她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对着镜子哭了很久 她对自己说手术以后我就不再是个完整的女人了 你看八十多岁的老人家尚会有这样的感受 那我们不难想象那些中青年患者内心的煎熬会是什么样的了 而且作为外人对他们的感受 我们也只能限于想象而已 是绝对无法深刻体会的 从前我们医院门诊有位护士长说过一句很触动我的话 说门诊起纠纷的患者里 十个有九个半是你们乳腺中心的 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 如果乳腺癌患者的痛苦长期在家里得不到安抚 自己又没有能力化解 稍微遇到点不顺心的情况 就比较容易借体发挥爆发出来 这其实也是一种心理创伤得不到应有治疗的反应 从心理创伤的角度看 可能很少有哪个癌症能够超越乳腺癌 这样看他又成了冷面杀手 好 我们知道了乳腺癌的发病率很高 对女性伤害很大 需要引起重视 那么什么样的人容易碰上这个杀手呢 你可能听说过这样的说法 比如如果妈妈得了乳腺癌 女儿也会得 比如做某种基因检测 就能预测会不会得乳腺癌等等 这里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 乳腺癌的直接病因 现在医学还没有办法回答 绝大部分乳腺癌患者都属于散发病例 也就是说和遗传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我们体内确实有一种 叫做B2CA1-2基因的突变和乳腺癌有关 不过这部分患者只占乳腺癌患者的不到10% 这个基因变异和乳腺癌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复杂 你可以参考我以前在得到锦囊里的回答 虽然说直接原因不清楚 但我们已经知道乳腺癌是一个可能受激素影响的疾病 对乳腺癌来说 那些会强烈影响体内激素水平波动的因素 也往往和乳腺癌之间存在关联 就像抽烟的人更容易得肺癌 这个不是直接原因 但是是强相关的高危因素 相信通过各种途径 你已经了解了很多乳腺癌的危险因素 现在咱们也来列几条 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年龄 和很多癌症一样 年龄越大 乳腺癌的发病率就越高 除此之外 有乳腺癌的家族史 月经来得早走得晚 经常服用外源性性激素 肥胖 吸烟 酗酒 和熬夜 以及未婚未育 未哺乳 等等 也都是罹患乳腺癌的危险因素 了解了乳腺癌的危险因素 下一个问题自然就是 怎么做才能降低得乳腺癌的概率呢 其实 对于不同的影响因素 解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态度也会不一样 这里 我把这些因素分成了三类 第一类 是知道了 也没有办法改变的 比如性别和年龄 第二类 是知道了 却不一定会选择改变的 比如 被婚 被育 被哺乳 我们知道 结婚 生孩子 这类事情 需要考虑的现实条件很多 不可能仅仅为了降低患病因素 而去结婚生育 再比如熬夜 也是公认的 会导致内分泌紊乱的因素 但是现代社会 大家的工作性质不同 熬夜 经常是难免的 现在也有一种观点 认为 在照明不是问题的现代社会 坚守那种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 农耕时代的作息方式 不仅不大可能 而且也不是十分必要 当然 如果我个人推荐 那还是除非紧急 而且重要的事情 尽量不要熬夜 我想特别说一说 服用避孕药的事情 避孕药 是通过扰乱体内性激素水平 的变化规律来起作用的 无疑会给女性 带来不利的影响 所以 从关爱女性的立场出发 因为现在成熟的 避孕方式很多 完全可以不选择药物避孕 第三类是可以改变 也应该改变的因素 主要是健康生活方式 一个是减肥 保持健康的体型 研究表明 肥胖是乳腺癌的 高危因素之一 大家都听过 管住嘴 卖开腿的口号 相信很多参加了冯雪老师 科学减肥课的朋友 都已经或正在开始获益了 瘦身这件事 既能让人拥有美好的体型 还能避免或延缓 包括乳腺癌在内的很多疾病 何乐而不为呢 二是不要酗酒 研究表明 大量饮酒 也是乳腺癌发病的高危因素 但是请注意 这里说的是大量饮酒 不是小酌 国外有研究显示 女性饮酒每天不超过一份 男性不超过两份 就是比较安全的 注意 这一份指的是酒精的量 跟喝哪种酒没关系 一份酒精大概有多少呢 大概就是一罐300毫升的啤酒 含有的酒精量 当然 还有大家熟悉的戒烟 适量运动 保持愉快的心情等等 我就不在这里再展开多说了 那应该怎样来应对 这些乳腺癌的影响因素呢 一句话 能改进的因素 尽量改进 不能改进的因素 就泰然处置 我还要重复提醒的一点是 早期乳腺癌基本没有症状 是很隐蔽的 一旦到能被患者 自己发现的程度 往往就比较严重了 所以 目前最有效的 对抗乳腺癌的方式 就是定期做体检 越早发现 治疗越规范 效果就越好 生活质量也越高 2018年的数据显示 北京地区乳腺癌的 五年生存率是82% 而美国2010到2016年的 五年生存率是90% 这个差距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美国从上个世纪 下半夜开始 推广了乳腺癌筛查工作 有很多人会推荐 自己检查乳房 自己检查乳房的方法 不算难学 但我觉得没必要 一是 医学小白的自检 往往手法不容易正确 反而让自己受到惊吓 二是 有证据证明 自检并不能提高 早期乳腺癌的检出率 对于追求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的目标 没有注意 所以 还是建议去做正规 专项的体检 好 了解了乳腺癌是怎么回事 下一讲 咱们就来说一说早期乳腺癌 早期乳腺癌能治愈吗 怎么样才算规范治疗呢 我们下一讲见